我的习惯啊 如果是常常会用到的工具 我会把它丁选在工具列 或是放在那个捷径放在桌面上 那所以如果这个东西你确定你经常会使用 你不妨在这里按右键 这里有一个丁选到工作列 那所以他以后你丁选完之后 他以后会出现在这边 所以以后你就在这边选就好 你不用去找那个档案在哪里 所以丁选这个还蛮常用的 那另外 另外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很容易用到的工具 就是剪贴 这个剪取工具 那你第一次 因为我已经丁在工具列 你们没有丁 所以第一次要找的时候请你用搜寻 然后直接打剪贴的剪 就会看到剪取工具对不对 然后这边也有 直接丁选在工具列 那你建议各位把它直接丁在工具列 那丁在工具列之后 他就会出现在这边 以后你要用就直接在这边点 那这个就是平常我们要做截图 很多机会 包括你用电子书 我要截哪一个部分的图 拿来做教材或做什么 所以我就以后要用的时候就直接点一下 他就会出现这一个 那你可以去看他有 他可以任意剪取 那也可以用 我是比较常用长方形或是四窗 那所谓的长方形就是 你直接按新增之后 你要哪一块 比如说我要这一块的图 他就剪下来变成一张图档 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存档 或者直接复制到或者去贴上 或者是在这里 你也是可以做那个书写 书写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编辑 然后再存起来 这个是剪取工具 然后另外呢 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是一个常编辑文件的人 请你另外在设定 看一下 他里面有一个设定 你在Windows的设定里面 其实你可以使用Print Screen这一个按键 就是你把这个功能直接设定在 你的键盘右上角有一个Print Screen的按键 对不对 所以以后你要剪图直接按那个键 更快 所以你把它设定好之后呢 当我想要剪图的时候 我甚至都不用再去点这些东西 我直接去按我的Print Screen的那个按键 画面就跳出来了 我就直接去框我要的区域 他就直接剪进那个剪贴部去 我就可以把它贴到别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叫剪取工具 这也是老师常会用到 尤其你要做教材 要做一些文件 这个真的是超好用的 那我都会建议你把常用的工具 直接丁选在你的工具列 毛衣画 好 fiscal w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